你就帮帮我吧 我要是再换不上王 你狗自早就把我弄死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两兄弟自从父母去世后便开始相依为命 为了家族能够延续相互 老大四处凑钱 最终在山里给弟弟买了个老婆 圆圆 但老二因为感恩哥哥多年来的照顾 于是坚持将这媳妇送给老大 兄弟俩一分礼仗之后 最终这媳妇还是属于了老大 毕竟是买了的妻妇 两人根本没有感情 赶上老大又是个性情粗暴的乡业汉子 媳妇不听话 那就打呗 更悲惨的是 一年过去了 圆圆还始终没怀生孩子 如果你在农村长大 有农村生活经验 那么接下来的事 你肯定会特别懂 老大和圆圆生不生孩子 于是村里的各种流言开始四起 老大在外受了一肚子气 回家自然就会拿圆圆撒气 久而久之 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圆圆祈求老儿帮忙 但老儿拒绝 不久 时间迎来了转机 老大因为赌博欠债 躲到了矿上 大过年的 家里只剩下老儿跟圆圆 除夕夜 两人喝了很多 在荷尔蒙的趋势下 他们最终发生了一切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这一次 圆圆居然有了孩子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老大的耳朵里 圆圆的突然怀孕 让老大顿时明白 一切都是他的问题 如今自己债务缠身 加上当初的媳妇 又是给老二的 所以老大不仅没生气 反倒从心底里祝福他们 某天 老大听同事说 隔壁狂出事 最后一人赔了十万 于是他动了念头 带着根雷管就下矿了 老大是个没读过书的乡野汉子 他不知道 这样主动扎矿 是不可能得到赔偿的 不仅如此 粉丝赵伟小 没几日 要债的还追上了门 他们进屋 就把老二一顿胖走 圆圆冲上去护着老二 谁知在推拉中 他肚子里的孩子 就这样摔眉了 圆圆失望极了 他随手实际地上的刀 一下干掉了这帮大人的坏蛋 最后 圆圆因为过世杀人 被盘入狱 他们的生活 也再次停下了脚步 转眼几年过去 圆圆虽然出狱了 但老二却不知去向 现在的圆圆 无家可归 他不知道 也不敢去想 自己将来 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活 故事完